百家关赛团 中国南篮击败安哥拉原因揭晓 球迷第二次发生 这回说了真话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王哲林和胡金秋一起上也不会打得那么差 起码胡金秋速度快 能防守补位抢篮板 能投篮非得富豪周鹏搭配 周鹏不受伤 估计胡金秋还是打不了 胡金秋今天表现很好 没有因为前几场受委屈不好好打球 我们需要这样的球员 关键队员坐冷板凳几分钟十几分钟 就会少得分几分十几分 胡金秋这一战证明了自己比王哲林强 也证明了网友比主教练乔尔杰围棋懂球 张震林只会投三分 不会突破 不会投两分 防守简直差的不要不要的 这次中国南篮 其实能赢就两点 第一重用机动性更强的胡金秋 第二用三后卫 就是之前一直骂杜峰的三后卫 黎凯尔是现役NBA主力 肯定有他的价值 要尊重他 大胆地使用他 不能看不上不能当替补 这场球他在场上时间最长 他的作用显而易见 胡金秋是上次CBA最有价值球员 他参加过奥运会三打三篮球赛 惊得起肉搏战 抢篮板二次篮都很快 战斗力特别强 放弃他莫名其妙 这场球虽然赢了 但是我们的篮板球丢得太多了 篮下不挤人 让对手肆意地扣篮 我们的防守脚底下移动太慢了 让对手轻易地过去 我们的球焰还很容易犯规 还好对手不太强 我们的教练在用人上 灵活运用了球员的特长 进攻上有很大的进步吧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上一场胡金秋 比周琦和王哲林都打得好 打得强硬 就是不用啊 那么强硬 内线强起 大秋高效的离谱 拼劲十足 球伤很高 早用不至于这么难看 几年前就看好胡金秋 低调沉稳联赛命中率那么高 不说对手强弱如何 起码胡金秋打得很好 有斗志 小组赛你不让上 非得上赵继伟 我感觉吧 中国队需要一个 有激情四射的运动员 怎么说呢 就是得点阳光就灿烂 那种性格的人 王哲林真的技术能力 身体协调能力太差 外帅接手不久 所以对于球员的熟悉程度 还是不够熟悉的 黎凯尔应该是替补的 胡金秋这攻防两端都拼尽十足 打得也很坚决强硬 看得热泪盈眶 乔帅改联防这个真不错 用人上野的调整也很好 其实上一场 王哲林的时间给打秋 再分一点周期的时间 可能真的有机会 中国南篮现在整体实力就这样 打强队换谁都一样 看看就好了 朱俊龙打得好 有防守 又有篮板球 还能投三分 为啥不能得到重用 富豪也没防守 张震霖 富豪二人砸进的国家队 两人都没有防守 一个字差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也有点好多好看 我可以继续加油的 什么都没有防守 我们下车之后 我们下车之后 我们下车之后